作为一名房产中介目前的困惑 我说现在咱们的各位业主们 一非真是求求你们了 咱能不能不一无个风的上帝斯汀 您看啊 咱挂房子的时候能不能稍微慢点挂 咱现在一收 那每个城市都几百套房子在卖 这个很吓人的 咱们地产经理带着客户去看房 客人看到这些挂牌的量都害怕 他们会觉得 是不是咱们这些城市有啥问题啊 你要不干嘛那么多人都在卖房子 还有啊 咱们调价的时候 能不能一个一个的调 调完一个卖一个 你再调一个 咱们就顺序来行不 你说你也调价 那他也调价 那咱这玩扑克比大小的吗 你说咱们现在这一大堆房子 都在市面上挂着 你图个啥呢 以前一调价 不 一个社区恨不得就只有一两个房子在卖 那个鸡饿营销玩的叫一个666 好了 现在皇帝轮流坐 卖家开始比上价格了 那比的 可就是谁更没有底线了 那看谁的价格更低了 就同一条街上 30个房子都在卖 户型还都差不多 那买家买谁的都是卖 肯定是挑价格便宜的卖 一飞还遇到过 有的卖家跟我说 哎呀 你让这些人先卖吧 反正我又不着急 等他们卖完我再卖 你得了吧 我都替您着急 您觉得这条街 便宜的房子卖掉了 买家还会愿意出高价 买你这个贵的吗 但人家可以选择别的社区了吧 我说咱们这些业主 挂盘前能不能有点默契 互相之间商量一下行吗 别的街区才管不了 同一条街 咱总要控制一下吧 你说你在乎的是 这个水沟里的这些鱼 可人家买家 现在放眼望去 是整个的鱼塘啊 我还估计吧 那些最近卖掉房子的业主 是不是现在还在抱怨 价格有点卖低了 得了吧 您偷个乐趣吧 您这条街上 只要有一个房子 你低价吧 卖掉了之后 这条街的房子 都要跟着您这个价格走 再卖掉的房子 估计还要比您这个价格更低 然后下一个房子 更更低 那以此类退 所以啊 咱们挂房子 就要先当这个社区里 同样户型的最低价 您别跟我说 什么石墓地板 它是地毯 所以我要比它的价格 再高个一两万 您也别跟我说 什么你是大理事台面 它是天门的 我一定要贵个三五千块钱 我算是发现了 咱们现在的卖家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通归于尽的心态 总是觉得 我的房子好 那价钱就一定要挂的 比别的房子更高才行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大家谁都别卖 大哥 如果你比较的这几个房子 都是在九十年之内卖不掉 那就是买家觉得不划算啊 您要是先降价 是不是就更占优势了呢 就像您说的 您的房子还比对方好 价格还比对方低 至少跟对方一样吧 您这样做 是不是反而更能吸引买家呢 有那些其他的房子 作为陪衬呢 各位同行 你们是不是也有一非同样的感受呢 不说了 我得拍视频卖房子去 对了 我是一非 你身边的地产经纪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